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宜萱 看看電玩宅蘇珮 波波羅克洛伊斯牧場物語 這是什麼玩意呢 顧名思義就是 波波羅克洛伊斯物語跟牧場物語 這兩款遊戲聯名啦 而好久不見的牧場物語 這一次冒出來跟強作合作 究竟表現會如何呢 一起來踢胖吧 各位玩家們 期待已久的牧場物語系列 有最新作品囉 本作是以皮耶多羅王子的冒險故事 為主軸的波波羅克洛伊斯物語 與經典牧場經營遊戲 牧場物語兩款遊戲 聯名製作的最新系列作品 稱之為 《波波羅克洛伊斯牧場物語》 玩家將以波波羅克洛伊斯物語的世界為舞台 扮演王子與夥伴們 展開嶄新又迷人的冒險 遊戲中的克拉里大帝 擁有代表四季的四塊大陸 玩家除了討伐怪物 與享受劇情的RPG玩法之外 同時也能體驗 牧場物語的輕鬆耕種 與夥伴羈絆等經營要素 徹底的將兩款經典作品融合 遊戲預定在6月18日 與N3DS上登場 同時還搭載 擦身通行等玩家互動要素 喜愛牧場物語 與波波羅克洛伊斯的玩家們 可千萬別錯過囉